王國巨,香港浸會大學人民及創作系副教授 刊於《立場新聞》的文章 標題是,政治審查無處不在,連哲學書也不能行免 不要說政治跟你無關,你不理政治,政治都會來理你 就算是最離地的哲學,都不例外 這是我的親身經歷,01哲學,邀請我為這本《無稅易哲學》寫罪 罪言裡有這段文字,不知道什麼原因香港近年吹起哲學風 究竟這個現象,原因是怎樣,怎樣去解釋 我自己比較相信理睬的說法 一個文化興盛的時候,不需要哲學,哲學流行 可能是文化出現危機,或是衰敗的徵兆 香港近十年政治敗壞,社會紛亂,荒謬不義之事,無日無知 尤其雨傘革命之後,年輕人感覺到沮喪迷惘 希望在哲學當中尋找出路,這是正常之事 結果因為這段說話,出版社要求我修改 我堅決一字不改 結果罪言就被抽起,現在書店看到的版本 已經不見了我的罪言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去年同另一間中資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理睬會議文集 書中一篇文章批評 中國對香港和台灣政策以及習近平幾句 排版到了最後階段,出版社要求我請作者修改 我斷言舉絕了,結果出版計劃就取消了 我要重頭再找出版社 當時連封面設計、審稿、排版都全部做好了 但出版社寧願毀約都不出書 可見政治審查之嚴厲 這次我決定不再啞隱公開這件事 目的是有兩個 第一,相信這種事陸續有來 所以我特別提醒各位作者 如果你準備和那三間中資大出版社出書 就算不是政治書籍 如果書中有政治內容 不符合大陸官方的看法 縱使只有一兩句都可能會遇到這種事 而且甚至在出版工作最後關頭才出現 第二,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經歷的人 公開這件事 希望遇到同類事情的朋友說出來 不要讓這種政治審查 變成大家的私事和默契